我这朋友事先说了认输 但对方仍想杀手 一是违背了不可对认输者动手的规矩 雷尊者尽快解决掉这些小麻烦 不要耽搁了大会进程 两位认为此事该如何 按照规矩办事 冲撞大会举办者雷杖五十下 逐下雷山 错可不在的 赏罚不明 你这是想让雷尊者顶个不公的名堂 封尊者所言不错 不如各退一步 让此人带着他的朋友出场 大会继续举办 如何呀 既然你对我黄泉阁的形势有看法 那么本尊便给你一个机会 让你与王臣比上一场 你若胜了 便可带着你的朋友安然离去 如何 已经两个半月了 这一次进入血潭修炼的年轻人 除了硝烟以外 其他人可都早就离开了 嗯 嗯 嗯 大哥 嗯 我体内的祸毒还必须仰仗他出手化解 嗯 若今天之内他还没有动静 我就进入血潭之底 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哎 眼下这情形也只能如此了 怎么回事 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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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小子 不会真有突破头综了吧 若真是如此的话 他将是第一位 在血腾之内成功突破的人 当中 老师留下的灵魂一击 老师 老师 对不起 弟子无能 让老师受苦了 小家伙 你已经做得很不错了 如此年纪便紧接斗宗 为师以你为傲 再说了 就凭魂殿的砸碎 能把老师怎么样 放心吧 小家伙 小炎再次发誓 并会尽快踏破魂殿 救出老师 你就是当年那道灵魂之力 走 快走 没想到 连本尊一道灵魂波动 都接不住的人 居然能再次来到这里 不过 这还远远不够 小家伙 我会就是放弃 无论前路有多难 我都会闯下来 可惜 放弃 才是你最正确的选择 秦天 下一次 下一次 我会将老师这些年受的苦 尽数奉还 老师 请你相信你 是 秦天 怕了吗 若不是殿主看中你的炼药水平 你岂能活到今日 放弃抵抗 加入魂殿 别再幻想你那小徒弟真的来救你 小燕 为时期待与你重逢的那一天 相信那一天 不会太晚 老师 等着我 你可是这血潭中第一位突破斗宗的 若非两位前辈提供修炼之地 小子想要突破恐怕也是极难之事 我那位朋友怎么样了 你那位朋友倒是等了你一段时间 不过没等到你出来 便也走了 嗯 此次有劳硝烟先生出手 为我驱除火毒了 前辈客气了 作为另外的回报 我们士金蜀族 将会视你为一辈子的朋友 提供任何你想要知道的情报 我们这支士金蜀族啊 在魔兽界中还有着白小生的称号 你想知道什么 我们定知无不言 不知道金蜀前辈 可曾听说过古族 小燕先生 怎么会突然提起古族 莫非是 与他们有什么矛盾 矛盾倒是没有 只是想知道一些 与古族有关的消息而已 嗯 那就好 嗯 说起古族 他们可是放眼整个中周 就连魂殿 丹塔 或者魔兽界的三大远古家族 都相当忌惮地存在 至于原因嘛 古族是自远古便传承下来的姓氏家族 据传他们拥有着斗地血脉 他们拥有着斗地血脉 有着斗地血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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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个人上去吧 带上我会拖累你的 金氏前辈 我们可以开始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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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的你 我已经忘了默契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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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呈能之辈 只会害人害己 別太早下定论 硝烟实力不弱 只怕 还未展现真正的本事 哼 你也太看得起这小子了 依我看 他早就山穷水尽了 哼 他就是硝烟 真人年龄虽然不大 但他能从废天手中逃生 肯定是有些真本事的 啊 啊 嗯 嗯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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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千雷洞 果然如传言所说 硝烟不知从何处修炼了风雷阁的三千雷洞 萧小之徒而已 我倒是要看看 他如何带着人冲出蜀巢阴波阵 你一个人闯枕吧 我不想拖累你 你再坚持一下 我说过 会带你冲冠 我看你冲冲出蜀巢 你冲冲出蜀巢 石虎碎金 狼将 石虎碎金 这怎么可能 这小子居然还有这一手 给他这么一杠 这银波阵的威力可要被削弱不少 倒是便宜了后来的人 闯关成功 下一位 你没事吧 谢了 恭喜 多谢 小妍 你的三千雷动修炼到什么境界了 看刚才这速度 恐怕与风雷阁某些佼小者相比 也不遑多让 慕青鸾 成口舌之快可不算本事 等三个月之后的四方阁大会 让我来试试 你这些年是否有所精进 我也期待着呢 也不知道 这次你还有没有上次那么好运 是不是运气 你自己心里清楚 看来四方阁 也并非想象中那般和谐 慕小姐 能否借一口说话 我马上回来 嗯 说吧 你有何事 请问封尊者 可是慕小姐的老师 这事不少人都知道 你要问的 不会就是这个吧 那慕小姐可知道 尊师封前辈在何处 你究竟是谁 为何要找老师 故人之徒 奉师命前来寻找封前辈 至于是哪一位故人 现在不太方便说 老师喜欢云游 平日很难寻见人影 不过 你若真想找老师 便在三个月之后 去封雷东阁吧 封雷东阁 害怕了 我可不是在逗你玩 三个月后 便是四方阁大会 这次的举办地点 在封雷东阁 我们新运阁自然要到场 到时老师也会去 三个月后吗 多谢慕小姐告知此事 你不会真打算去吧 到时候凤雷阁阁处 可会到场哦 你要自询死路不成 放心吧 我有分寸 是你执意要去的 可怪不了我 不过 你若真是老师 故人的弟子 或许到时 他会帮你说情的 嗯 没其他事 我就先过去了 终于有封卷者的线索了 小妍 新谷前辈 创关已经结束 你跟我来一下 金石前辈 小家伙 你可知道 叫你来的原因 若是没猜错的话 想必是为了金石前辈 体内的伤势吧 看吧 我就说这小子 绝不是寻常的炼药师 你能看到我体内的伤势 嗯 可有办法医治 嗯 怎么样 火毒入体 而且是深入骨髓 如此严重的火毒 在下还是第一次遇见 想要驱除 极难 当然 也不是说完全没办法驱除 真的 你真能帮我驱除天山火毒 方法十分凶险 并且以我目前的实力 嗯 小炎先生 如果我让你顺利进入斗宗 你能否彻底驱除我体内的火毒 好 嗯 其实天山血潭助人突破之效 只对在斗黄巅峰待了一段时间的人有作用 小炎先生刚进入九星斗黄 想要借此突破到斗宗 难度不小 那京师前辈所授之法是 天木山顶的火山口 是整座山脉能量最为浓郁的地方 那其中能量最为精纯的便是这血潭之底 我誓今蜀族耗费无数心血 才将此地开辟而出 也正因为此地 老夫方能在极短的时间内修炼到了七行斗宗 可惜血潭之底精纯的能量重斥着火毒 负责我族的实力 此乃我族密地 你若能在此处修炼 必能突破之斗宗 前辈体内的火毒 便是来自那血潭之底吧 以前辈的实力 都无法抵挡那火毒的侵蚀 或一个九星斗黄 岂非更加凶险 你身怀一火刺灯天地至宝 这火毒奈何不了你 那这是开启血潭底部空间结界的信物 这笔交易你看如何 好 等小子从血潭之底出来 进入斗宗级别后 定帮前辈去除体内活毒 我喜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